大家好,我是美惠,欢迎您持续锁定MKC新闻 今天要以富宝公司为例,跟各位分享制造业如何迈向服务化 富宝公司是亚洲区第一个引进成人质量库基台的厂商 听到富宝可能很陌生,但一听到安安两个字 有使用成人质量库的顾客都知道他是个制作成库的一个老牌子 在创业初期,富宝曾因为产品太过单一集中 而招架不住对手的价格割喉战 直到民国96年,在董事长林俊章先生的一个决策之下 带领富宝从此进入开发多元产品,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一个境界 那么对富宝而言,如何延续公司的一个价值 并且让更多需要富宝服务的一个需求者 能够拥有更好、更方便、更快速的商品以及服务 就成为富宝当今最重视的一个议题 也让富宝渐渐从制造业走向服务化 在面临人口的高龄化,照护服务是首当其冲 我们调查至民国101年年底为止 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255万人 针对银法族生理技能退化所带来的不便 许多相关的企业已经陆续投入研发 为银法族打造安心生活的服务创新商品 也抢入了庞大的银法商机市场 而富宝最早期是从做药品起家 在攻进医疗卫生的一个市场 开发出台湾区第一家制造可溶性、膝带型、超薄型 以及高分子的一个卫生棉产品 后期富宝转进成人止尿库的市场 创立了安安的这个品牌 经过将近30年的一个努力 由自制尿布以及相关的产品应用与销售 自尽有能力来整合上下游的代工厂 制造成一系列产品以及更高附加价值的一个神品 并且开发出符合不同领域的一个应用材料 以及树立亚洲第一家这个制作成人 招呼商品的一个商品品牌形象 那近年富宝积极在这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透过产品的一个延伸、产品功能性服务 以及整合性解决方案等等不同类型的一个制造服务化创新 以及跨路制造服务创新的这个领域 为企业以及顾客创造更大的一个衍生价值的一个趋势 对成统产业来说更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一个急迫的需求 那么对富宝来说 服务创新研发不仅是研发部门的一个责任 而且它也是每个工作岗位上需要先以顾客为导向的一个着想 替企业以及顾客带来创新的一个价值 才能扩大衍生的一个效益 未来富宝仍旧会秉持这个不断的服务创新的一个精神 继续来开发新时代的这个服务时代 符合时代这个新产品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美慧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再会